您还记得自己高中毕业那一年 丢掉了有几本完全没有写过的空白参考书吗 建中毕业生蒋一佑 他看到班上的同学好多人都没有写过几页 这高中参考书就要丢掉了 觉得很心疼 搜集起来在网络上建立了一个赠书平台 让有需要的人来索取 他甚至还自贴邮费寄送 网友大叹就甘心 短短一天上百本的参考书 几乎是已经被秒杀索取完毕 学习结束看到一堆堆参考书 直接被送到回收场 大部分都还久成心 建中毕业的贾与佑 把班上同学不要的上百本参考书 搬回家整理 在网络上建立增书平台 送给需要的人 关书名还有出版社还有书况 甚至说你没有写过的情形 也会登录进去 然后可以让就是所书者 就是荧物了烂 家间不好的贾与佑 甚至自掏腰包付游资寄书 回想自己念书 都要靠社会资助拿奖学金 买参考书 其实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参考书要200到300块 那这样就有2000到3000块 这对家里经济比较不好的 就是一种负担 因为它可能就跟我们 电费跟水费一样贵 既然有多的 就是空白没写的话 就倒不如就给下一个人用 算一算高中三年 每个人丢掉的参考书 堆起来有一个人高 蒋一佑建议每个学校 都能够在图书馆设立回收平台 让资源能够再利用 记者彭树清明证监台北报导